我是王瑞瑶 今天來到高雄當貴婦 貴婦的第三站是來到好擠麵包 好擠麵包並不是表示這個麵包很擠 是因為這家店以前的確是在一個很小的地方 而且這家好擠麵包有趣的是 它有一輛來自法國進口的露營車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法國進口的露營車 這麼的好玩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還是給大家看一下 站在他們面前 好可愛的一輛餐車 他把它打造了一個餐車之後 還有一個環境 空間環境 有沒有一開始在這裡賣咖啡 賣了咖啡之後 有沒有很文青這家店 賣了咖啡之後就開始賣麵包 而且這家麵包店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燒烤爐就在後面 從早上11點就開始出爐 準時出爐 好看一下他們所使用 有材料 有沒有很漂亮 來到這裡呢 當然是要吃麵包啦 可是呢問了吃後呢 發現呢 他們每一種麵包都賣得很好 吃過的人呢 特別推薦這一款叫做 麥月梅乳酪 可是呢吃過的人呢 我其實看他的這個鍋鞋也很棒 可是吃過的人告訴我 不要在現場吃 一定要打包 因為他的打包非常有梗 哈囉 幫我打包一個麥月梅乳酪 來看一下打包有多有梗 我自己也不知道喔 我買的是一個麵包耶 我買的是一個麵包耶 怎麼那麼好玩 怎麼那麼好玩 哇 啊 還怎麼打一個蝴蝶結喔 像一個小禮物一樣送我嗎 真的好可愛喔 人在好幾麵包 好幾麵包的位置呢 在Venti50的旁邊的旁邊 外帶麵包的形式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會拎給我對不對 我就可以拎著我的麥月梅乳酪的麵包回家囉 好啦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餐車的全景 因為我覺得這個餐車的全景 現場還有兩個觀眾在這邊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餐車的全景 Alan也在裡面 看喔 你看 這個餐車是由露營車改裝 有這麼長 怎麼有三節 後面還有搖靠的 我是王瑞瑤 人在高雄當貴婦 拜拜